各位同学午安 很高兴来到国家文官学院 做视讯分享 做那个线上演讲 视讯分享 那主题是 台湾土地政策与两人权公约 台湾土地政策与两人权公约 我是空大教授 我是空大便当教授 有零事件 那我们这个两公约呢 他其实是有两个 两个人权国际公约构成的 一个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然后另外一个是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这两个公约呢 分别在1976年的3月跟1976年的1月 分别生效 那我们台湾与这两人权公约的关系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不是缔约国 原则上是原则上是不受 原则上是没有被两人权公约规范到 但是因为这个人权是世界不是价值 所以我们台湾也有义务要去遵守 那所以我们在2009年 我们台湾在2009年就主动订定两公约施行法 然后也志愿我们国家台湾也志愿遵守 国际那志愿遵守这两人权公约 那再仔细讲 就是这个我们这两公约 我们两公约在 要为什么我们要台湾要订定这个两公约施行法 这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两人权公约 它是一个国际公约 它是国际公约 它是一个国际法 那你国际法必须要透过我们台湾国内的立法程序 把这个国际条约 把这个国际公约的内容内国法化 也就是把这个条约内国法化成我们台湾的法律 那所以我们就有 所以我们台湾必须要订定一个施行法 必须要订定一个施行法 这样的话这两公约才能在我们台湾的法律体系内使用 那我们的两公约施行法第二条 两公约施行法第二条就明文规定说 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的规定 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 介于明确界定两公约在台湾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台湾两公约施行法 也以明文方式要求各级政府机关 积极筹划推定及执行两公约规定的事项 比方说人权报告制度 像有些机关 像有些机关就要写一些人权报告 那这方面的话就内政部 内政部还有卫生福利部 就这人权报告就 所占的比重就很大 我们人权 我们台湾提出人权报告里面 内政部还有卫福部提出的部分的比例比较大 因为他们的业务就比较涉及到人权方面 那什么是人权报告 那人权报告它就是类似政府落实执行两公约的成绩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一般民众比较有关 就是说这个民众可否直接依据这两公约主张权利 那首先我们要面对就是说 谁可以主张 要向谁主张 怎么主张等等的问题 那在这台湾 在这台湾的没有相关的配套法律之前 那民众事实上 难以直接适用两公约的条文 直接作为这检求权基础主张权利啊 那这也是为什么两公约施行法第八条 我们两公约施行法第八条要求各级政府机关 要在因依照两公约规定的内容检讨 主管的法律主管的法令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两公约规定者应该要在施行法后 应该在这事情把施行后两年内完成法律的制度制定 或订定修正或废止及行政措施的改进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说两公约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法律 但是它因为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一般性的法律 所以原则上人民是没有办法直接依着 这样的两公约施行法主张权利啊 但是啊 但是这个两公约施行法 两公约知道有这种状况 所以他就特别要求在两公约施行法里面 特别要求行政机关做一个自我审查 做一个自我审查 就是说要求这个行政机关 你要自行检视 你自己的主管的法令 及行政措施是否有符合两公约保障人权的精神 假如有不符两公约的状况 就要去做修正 去做修正 这个就是这个两公约 这个要求行政机关自我审查 他当然这两公约 这两公约 他是一个国际人权公约 那国际人权公约不只有两公约 还有其他哪些 像这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比方说例如说啦 国中国小高中国中小 应该要延后到校时间来增加 学童的睡眠时间 这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谁要保障的 这小朋友的这休息的权利 小朋友修行权利 所以高中国中小学 应该要延后到校时间 然后再来是其他的人权公约 像是这个国际劳工组织 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约 这就是这个简称叫做原住民 原住民公约 其实这些原住民 这个国际公约 其实有都是在我们政府采购法 比方说我们政府采购法 有要求说 政府采购的那个得标厂商员工 超过100人者 应该要禁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若讲到没有禁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的 的这些公司行号 就要缴纳代金 就要缴纳代金 这个也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的政府采购法 所以我们政府采购法要求得标厂商 要雇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原由在这里 出自于这个国际劳工组织 是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约所要求的 好 那我们的课程主题是叫台湾土地政策 与这个两人权公约 那有同学会问说 为什么要特别拿出台湾土地政策来讲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两公约的那个 那个内容里面 近年来 近年实务上 近年实务上 琢磨最多的就是我们台湾土地政策 甚至我们的大法官解释 我们的大法官解释 首次运用两人权公约 首次运用两人权公约 就是运用在这个都市计划 都市计划的案件上面 也就是这个士林 士林雯林院案 士林雯林院 士林王家雯林院案 这个稍后会讲到 那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 就是从这个台湾土地政策 与两人权公约 的这样的 与两人权公约的关系 来出发来做分享 那我们这个土地 我们这个土地与人权是紧密连接 但是我国的那个我们台湾的土地政策被边缘化 从这个时间的眼镜来讲 从时间由远到近来讲 第一个我们土地政策是原本是从经济成长服务的 后来再来是为政治精英服务的土地政策 然后最后呢 整个楼都歪掉 就是我们的土地政策是为财政赤字服务 为财政赤字服务的土地政策导致说 有腐烂的土地征收集强制破签 那这些呢都严重的违反 严重违反人权 严重违反 严重违反人权公约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以下呢 就用这个个案 以后以下就用个案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这个为经济成长服务的土地政策 像那个1960年 1960年政府订定奖励投资条例 这时候国家政策转向为为促进经济成长 连带着土地政策有了重大变化 土地政策被边缘化及附庸化 那土地从此仅被视为这个经济生产要素 而这个也是长期以来政府施政的主要思维 那接着1990年奖励投资条例 便改变为这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2010年促产条例 变更为产业创新条例 但这些本质 但他们本身的本质 就是这个促进经济成长这个本质 并没有这个改变 那政府呢 他于这个1965年 订定这个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 那1979年 订定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 以上上出这些条例 导致说我们的农地 我们的农业地 农田农地被大量的征收及转用 变更为工业区 加工出口区 科学工业园区 及这个工业用地等 各位同学在图上所看到的这个河流 这个河流就是那个后进溪 后进溪 那这个河流是谁拍摄的 就是那个看见台湾看见台湾的那个导演 齐波顶所拍摄的 他拍摄到这个后进溪 这个黄层层被污染的河水 然后这个一经披露公众以后 就引起了轩然大破 然后很多人都在探讨说 那为什么一个好好的溪河 居然被污染成这个样子 那这些河流啊 他们那个颜色就如同这个 你们有没有在座同学没有喝过这个血腥玛丽 就像血腥玛丽搬那个中红中红中红中色红色的样子 然后不时传出这个刺鼻异味 那这些污染源从哪里 就是从这个日月光高雄K7厂 日月光高雄K7厂 所排放的 因为在K7厂他失色的那个废水 海放暗管 他有失色暗管 失色暗管排放污水 然后一直到这个齐波林拍摄的纪录片以后 这些暗管就被曝光了 然后稍后就被这个 那个当地的 也就是以前的桃园县 桃园县环保局 这个热令停工 热令停工 其实这种失色暗管排放污水状况很常见 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 就是有些科技 有些产业 有些产业就是趁台风天的时候 排放污水 为什么 因为台风天嘛 大家躲在家里没有人出来 然后台风天外面风大雨大 然后这时候就偷偷排放污水 也没有人知道 那所以很多人就 有些厂商就是 利用台风天的日子来偷偷排放污水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大环境 从那个大背景 从背景来讲 其实这些都是台湾过度重视经济数字的发展思维 然后再就是这业者普遍缺乏环保意识 政府长期以这个经济发展至上思维缺乏环境风险管控概念 以及对污染叶子不具贺阻力的法则 这三点 第一个经济发展至上 然后第二个缺乏环境风险管控概念 然后第三个 罚则不具贺阻力 这三点就造成了污染现象无所不在 然后就算是主管机关使出杀手键 也就是所谓的热令停工 只要业者提出改善计划 经厂能够在半年内复工 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立即热令停工 反而是要求厂商限期改善 在三个月内限期改善 然后再判断说你有没有改善好 然后再来决定说是不是要热令停工 可是像在美国 在美国若是碰到这种像日月光这样 严重的污染行为 在美国是绝对立刻被热令停工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环保法规 美国的环保法规是没有缓冲期限的 是没有改善期间的 只要一发现到污染状况 就直接就热令停工 另外一个美国高污染 美国政府很注重事前风险管控 事前的风险管控 美国对于高污染事业 若想要在美国境内取得营运许可 必须要先向美国的环保署提出 完整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说 恢复被污染环境所需要的成本 是事前管控的数百倍 所以您可在这个事前管控 上多下功夫 然后接着我们的台湾土地政策 就演进到为政治经营服务 为政治经营服务 因为这个土地隐藏庞大利益 可以透过这政治力予以创造 所以这英国 所以英文有个谚语 叫做local parties等于land parties local parties就是当地政治 等于land parties 当地政治等于土地政治 当地人的政治就是土地政治 这时候土地就成为主要的获利商品 地方政治人物往往经由土地使用计划 例如都市计划及区域计划 还有区断征收及土地重划 来进行土地炒作 这些都强调土地的交换价值 这些都强调的都是土地的交换价值 而不是这个实用价值 那这些人物 这些地方政治人物 像是地方政府首长 行政官僚 地方派系 与资本团体形成的新保守联盟 土地政策 主要在为此联盟服务 凡是这些在地的农民 劳工 环保团体 或其他民间社会组织 则是被排除于土地政策及计划制定过程以外 所以主要重点就是在于土地在这些地方正是人物严厌 就只剩下它是一个土地被视为商品 土地被视为商品获利了结 他们都忽视了 多忽视了 土地跟人之间的情感也是要重视的 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是也要重视的 之前就有老师在分享他买房子的经验 他说他是龙总医生 龙总医生他去买房子 然后反而被代销小姐 买房子代销小姐亏 亏说医生你买不起 连这种救人救命的医生也被这代销小姐亏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台湾土地政策 不动产市场是多么的扭曲 怎么个扭曲法 目前台湾房地产还找不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 导致空物量太大 因此监察院就提出纠正了 他说目前台湾都市计划土地还可以再容纳680多万人 政府可以不用在土地开发 可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是执意 还继续从事这个土地开发 所以我们台湾的房价是被政治力创造出来的 土地成为这个地方政治人物的获利工具 所以当一个新的市长 当一个新的市长上任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换掉都市计划委员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换掉都市计划委员 以税行的以税行他的土地政策 所以中国那边 所以中国那边有个顺口溜 他说计划计划比不上领导的一句话 规划规划 那鬼话连篇了 像那个2015 2010年到2015年期间 这个五都啊 五个石峡市的五都 的财政局长 里面有四都 有四都市地政系毕业的地政人 为什么要这样的财政 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财政局长要找地政系毕业的来做来担任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仰赖这些人的地政专长 这时候地方这时候地方政府就可以透过土地开发找钱 例如说这个农地免税 目前现行农地是不用缴税的 那地方政府想办法把这个农地 变更为都市计划土地 这样的话这个地就可以克税了 那去段征收后呢 有三种土地 有三种土地 然后第一个是底价地 底价地 然后就是呢 被征收人选择领征收补偿费 来获得补偿 讲到不想领征收补偿费 他就可以选择取得底价地 来获得补偿 问题是说 有些底价地 配地的以后是断了水路的 断了水路的那种地 今天被征收的人是农民 农民他一辈子就只会种 就会的东西就是种田 那你今天配的一个地 是断了水路的 是要怎么样叫他去种田 这就有个问题 好那第二种土地就公设地 那第三种土地就剩下来的地 就是变成这个建筑用地 归给政府 那政府呢就靠这笔土地 来卖钱 来卖钱 像机场捷运县A7站 就是龟山 龟山那边 机场捷运县A7站 政府征收 236公顷 236公顷 其中啊 只有10公顷 其中只有10公顷 才是这个合一住宅 趋断征收 它是19世纪 德国的产物 那现在欧洲国家很少进行趋断征收 那反观 台湾趋断征收案件是与日俱增 那像我们邻国日本 我们邻国日本征收案 减少关键点 就是这个日本成田机场征收案 然后发生了激烈冲突 那成田机场征收案 就是那个三里总案 这个后面会提到 这后面提到 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预标寿 这个 这个预标寿是什么东西啊 预标寿就是那个 机场捷运A7站 就龟山那边 预标寿是什么 它就是呢 不走征收程序 所以政府呢 预先把这名地标走 这个预标寿 好那再来下一个案例啊 下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美和氏案 美和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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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这个监察委员李富店批评说 这个案子哦 是政府抢了百姓的地 做庄卖掉 这个案子 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在1990年代 1990年代 就黄大洲担任 台北市长时代 那新店小壁潭一带 183位地主 9万平方9万多平方公尺的农田那一带 那这时候台北市政府就 以这个新办大众捷运机场用地名义 以一瓶六万块哦 只有一瓶哦 一瓶只有六万块来征收 啊可是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手政府居然把那块地啊 卖给建商盖房子 然后那个建商在那个潜销期期间哦 所谓的潜销期就是预售屋啊 在预售屋阶段啊 以一瓶五十几万的价格来成交 那当然现在目前的价格是有点 现在目前价格是有点回文 有点下有有下降了 你看到在座各位 你今天 种田哦 然后政府跟你说 用一瓶六万块跟你征收 结果后手政府把这个土地 卖给建商 然后建商就把这块土地 以一瓶五十几万块的价格卖出去 请问在座同学 如果你是那个农夫 你会甘心吗 一瓶六万块 跟一瓶五十几万 差很多呢 所以这有造成很多农民的不满了 然后就去打官司啊 然后最后申请大法官解释哦 那后来大法官就做成4-732号解释啊 他说这土地征收 新办那个大众捷运的那个土地征收 讲到是征收币林地区土地 是违限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是做捷运经厂用地的 你就就你征收这块土地 就就只有做捷运经厂用地 这样就好 你不可以再把周围的 临界的 避邻的土地也一并征收 然后拿去卖给建商盖房子 然后这是不可以的 你如果是要征收这块土地 你就专门做捷运经厂用地 而不是把周遭土地也一并征收 拿来才去卖给建商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4732号所讲的 那这则解释做出来以后 做出来以后 的那个下午 那个有记者 就问这个施永钦 司法院院院长施永钦问他说 你为什么 你对这块土地征收的看法是怎么样 结果这个施永钦就 就没有 也没有做多大答复 然后接下来就是后来的他的那个院长 司法院院长 赖浩米 那个 他离职以后他出书透露 出书透露 说前司法院院 前司法院副院长施永钦 曾经为这个美和氏这个案子 对他拍桌呛下 那为什么施永钦 那么很专注美和氏案 这个就留给很多司法界人士 议论纷纷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淡海新市政二期区段征收案 淡海新市政区段征收 淡海新市政二期区段征收案 各位同学你们看这个土地哦 这一块 这个图片上那一块土地 那个征收范围 如果你问一个淡水人 问他说你住淡水哪边 那这个淡水人他会特别强调说 他住在淡江大雪附近 那为什么要他 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住淡江大雪附近 那是因为整个淡水地区 淡江大雪附近那 那个地带是比较适合人去住 那反而遥远一点的淡海地区 像冬天就有很强劲的东北季风 把人家吹得冷滋滋的 天气很冷 然后再有那个海的岩峰 海带来的岩峰 那个岩峰会侵蚀建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淡水人 都会特别强调说 他是住在淡江大雪附近 好回国头来看这颗图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淡海一起去断征收范围 就这么一个小块 就是淡海 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讲的淡海新市镇 那淡海新市镇就是淡 就是那个淡海新市镇一起去断征收范围 这个范围到现在都还没有住满人 都还没有住满人 可是那时候内政部 野心勃勃的在画出更大的区断征收范围 也就是所谓的二期区断征收 就有人就有你就会有疑问啊 就说你一期区断征收的人都没有住进去都没有住满 那为什么那么急着办理二期区断征收 而且征收范围那么大 主事的人是谁 主事的人就是 营建署前署长叶士文 营建署前署长叶士文 所以人家都说 叶士里的文子谁最读 就是叶士文 因为叶士里的文子最读就是叶士文 涉入桃围县巴德合一住宅收范 逼案而下台的前署长叶士文 他在2008年到2013年间 营建署署长任内 他的饱受争议的政策就是我们讲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淡海新市政二期区断征收案 就是无视淡海新市政长年来 因为空污率高供给量过剩 而履履被市场点名为房市高危险区 反而出人意外的主动提出淡海新市政二期重化 二期重化区开发案 并大规模征收并大规模征收土地与破坏当地生态 那这样的举动不仅的活着淡海居民 然后也涉及到这个伪造民调 伪造民调 伪造民意调查说淡海 淡海人很支持这个淡海二期的驱乱征收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这是个伪造的民意调查 那同时也传出可能涉及贪污的传言 那淡海新市政第一期的开发面积是446公顷 那第二期就高达645公顷 由营建署主动提出 因此就引起了一位记者好奇 那所以记者想要厘清真相 就要打电话 找上这位前营建署署长叶世文 那这位记者事后回忆指出 当时只是一般性的提问请教 没想到 没想到引来这叶世文的强烈反应 不但完全不解释 不但完全不解释政策对错 还劈头就强调自己是桃园县副县长 不再是引建署长 并呛呛说 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然法院见好 随即这个挂断电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时叶世文的这个粗鲁回应 竟然不到一年了 就一语成称 被这个法院羁押 所以在座各位同学 有时候这个讲话 这个要小心 这个有时候真的会 会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土地政策 是为财政赤字服务 为财政赤字服务的土地政策 中央政府对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所以皆极为严重 但他们不仅不敢对土地客与重税 竟还给予减税免税及其他优惠 其实这个地方政府就土地的税收 就是地价税跟房屋税 好地价税跟房屋税 地价税跟房屋税的税基 税的基础是谁来算定 是由地方政府来算定 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的政治人物都说 地方政府税收很少 中央政府要负责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地方政府的税收 税基的订定 毕竟全责还是在地方政府上 并不是把所有事情都甩锅到中央上面 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就是土地的相关税务 像地价税 房屋税等等 如何增加这些税收 就变成为施政的重点 由于现行农地是不用缴税 因此这农地的变更使用 及进行以土地征收为本质的土地该发 比方说这区段征收 及市地重化 就变成地方政府的施政要点 行政院并且在1990年 特别发布行政命令 凡都市计划扩大新定或农业区 保护区变更为建筑用地时 一律采趋断征收方式开发 这使得被征收的农地被证 这也是造成农地不断消失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台湾每年土地征收及强制破迁的安建数膨大 这样的威权 这样的具威权色彩的国家重大建设计划 然后再来是误入歧途的趋乱征收 这些都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权及基本人权 严重违反了两人权公约的规定 其中违反了金色文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第一项 第四号及第七号一般性意见书 像这个日本日本 我回到日本那个陈铁机长征收案 他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开发的那个转捩点 从这件事情以后 从这个事情以后 日本就没有再用征收方式来取得土地 各位看这个图 这个图 你们看到这个机场跑道很弯曲很大 原本可以直直一条线过去 只有这机场跑道必须要避过民宅 然后做个大转弯 向左的一个大转弯 然后再往右一个大转弯 才能滑行到这个机场的建筑本体 你或许会问 为什么机场跑道平平直直的盖就好 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大弯道 这对于这机师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这个成田机场这一块地区叫三里总 叫三里总 那成田三里总地区的农民 是这些农民都有有段悲情的过去 这些农民在战争 在二次大战前受这个军国主义政府的鼓励 从日本移民到中国东北 然后日本二次大战战败后 这些人又被赶回日本 等于说这些人的心血与财产都化为泡影 那这时候的日本政府就画了三里总这片荒地来安置他们 结果过若干年以后 这日本要开发这个成田机场 又要叫这些当地人要再次破迁 然后当地人就很不开心 他们就说当初我二次大战的时候 当初我是因日本政府要求去中国东北 结果二次大战结之后 我又被赶回日本 那现在你们又因为机场征收 又再一次把我赶出家园 你这样的话叫我如何生存下去 于是就爆发了那个剧烈的抗争 那这个抗争有人死伤 你想想看像日本人那么有礼貌 温和民族居然因为抗争 这导致人死伤 你就知道这事情很大条 那从这件事情以后 那日本政府就同意说不征收这块土地 不征收这块土地 然后让这些人就继续暗居住下去 那机场跑道就特别绕一个大湾 那回避这个农村 我们现在停在农村里有两句 那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土地征收 必须要具备哪些情题要件 第一个你要符合宪法第十五条 人民的生存权 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与保障 农业发展条例第一条跟第十条规范说 为确保农业永续发展农业用地 于划定或变更为非农业使用时 应以不影响农业生产环境之完整 土地征收要有助于公共利益 土地征收要符合必要性原则 也就是征收是最后不得已手段 应该要先协议架构 那征收范围是用地机关所必须 而不是任意去征收 再次符合比例性 要选择对人民损失最少的地方 来去做征收 然后避免征收农地 损害与利益并没有显示均衡 然后最后是完全补偿 完全补偿 那当然现在实物上是 实物上的确是有有有地方 有些地方是有做到完全补偿 在以前啊 在以前征收的话就只有公告 公告限制或公告地价加三成 去做补偿 可是你想啊 有些地方的公告地价跟公告限制 只有当地市价的三成 三成甚至五成 五成到三成 三成到五成 等于是也是没有办法说达到一个完全补偿 那土地的三大意涵 有哪三大意涵 就是经济生产要素 商品跟资产 然后第二个是环境生态资源 然后第三个就是家的概念 主观认同家的概念 那人们对这土地哦 有这个浓厚的意念 土地的价值绝对不是用地的提高就可取代 所以有些人哦 不希望家园被土地征收 然后就招来外界的批评 说他是定职户 说他是定职户 不愿意搬家只是只是死要钱 可是人跟与土地之间的名念是很重要的 人与土地之间的名念是很重要 并不是用钱才可以去解决的 能与土地有能厚的深厚的这样的意念 土地价值绝对不是用地价的提高来取代 我们来看这个苗栗大补图的 土地征收案哦 你看这个图上面有个挖土机哦 进入农田 那底下有居民哦 有当地的那个女性农夫啊 要走进田地保护田地啊 就被警察阻挡 那右手边呢 就是这个张药房哦 张药房就就批了一块 就批了一个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强取豪夺 强取豪夺四个字来控诉民众 来控诉政府那个征收他的土地哦 苗栗大补土地征收案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 出在于说苗栗的这个工业区土地已经够多了 不需要再做土地征收 可是当时的地方政府还要执意去征收哦 都引发一些抗争 那有一天这个张药房啊 他去这个台北啊 他从苗栗去台北去做去去去表达诉求 那被当时的苗栗县县县长发现到说 那这是天赤良机 于是呢 他就请警察哦 坐游览车哦 不是坐警备车 是坐游览车到县地 然后再把把地方拉起封锁线 然后接下来把张药房的房子给拆了 然后并且还七还很快 以很快速度来来七上这个斑马县 以及道路标线 那张药房从台北回来以后 看到他的家被拆了 痛苦欲绝 然后后来再过几天以后 疑似就是自我伤害哦 自我伤害就离开这个人间了 后来这个张药房的遗属哦 就打官司啊 打官司 就是说这个土地征收 这个地方政府土地征收 内政部土地征收是违法的 那法院就做出判决说这个征收是违法的 而且要回复原状 要回复原状 也就是说张药房 他是可以在县地 可以在县地把房子盖回来 后来我在判决后没多久 就就到县地来看了 我就先坐火车到竹南火车站 然后在竹南火车站接个U-bike 接U-bike就慢慢骑到那个 慢慢骑到个事发地 但骑的路上一路上都是休灵地 那还好我平常有骑脚踏车习惯 腿力还很够 这个丘陵地对我来说是不难的 那我到了县地以后 就拍了那个张药房 还在重建中的房子 我就拍了两张照片给大家分享 我在拍照片的过程中 我不断的反省 我不断的对我 我不断的想起说 假若当时没有政府的职意征收 就没有张药房的这个自我伤害 假若没有政府的职意征收 也不会需要说 我们花那么多社会资源去打官司 再重建盖房子 假若我们政府当时没有职意征收 或许就不会造成 当时社会那么大的分裂 然后在这个图啊 是这个新北市巴黎台北港土地征收案 就是这个巴黎那个巴黎 要配合台北港的建设 就把周遭土地给征收了起来 哦 你看图上面的老阿嬷 我都八九十岁 拿着住行器 然后叫他土地征收以后 原来的老家就没了 他也不是要住哪里 其实台北港的土地征收案 其实也有案外案哦 案外案 哦 就是这个 那个 无名 无名骸骨案 无名骸骨案 这案子是说 在台北港整理土地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先人的遗骸 那就开始就针对先人遗骸这一部分就这个发包 去做发包签障 那有一业者 有不肖业者发现到说 一个 整理一 整理一袋骨骸是一袋的钱 整理两袋骨骸的话 就是两袋钱 如果整理到五十袋骨骸 或是整理到一百袋骨骸呢 于是这个业者就想到说就拿猪的骨头 拿猪的骨头来混冲人骨 来去报销 来去报这个这个 骨骸骨的案件数来扶报 这叫做这个无名 这个叫做无处 这就是台北港的土地征收案外案 无阻骸骨案 那这案子呢 是由这个调查局侦破的 由调查局侦破 那一段期间调查局也是蛮紧张 因为他们要跟他们的同业 也又是这个 连政署啊 连政署互别苗头 因为那时候连政署破了叶士文的大案 破了叶士 破了叶 破案的叶士文的那个巴黎合宜住宅闭案 那调查局就觉得很紧张 因为调查局跟这个连政署的那个业务毕竟是有重叠的 那所以他们就又开始互别苗头 那好在在调查局就巴黎案有有有有有所斩获 那表示说我们的调查局在这个追求土地正义 这方面并没有缺席 好我们来看金色文国际公约 关于我们台湾土地政策的 那金色文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第一项要求相当生活水准 然后内容是说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 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 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各地约国将去采取适当的步骤 保证实现这一权利 并承认为此而实行 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然后再来是金色文公约 第四号一般新意见书 第四号一般新意见书 在1991年做成的 重点就是氏族住房权 氏族住房权 意见书总共有19点 其中第七点说 住房权力完全与作为公约之基石的其他人权和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就此而言公约的权力源于人生的固有尊严 而这一人生固有尊严要求解释住房这一术与实 应重视其他多种考虑 最重要是应确保所有人 不论他的收入或经济来源 如何都享有住房权利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他这个代表说我们的这个金色文公约 有要求居住正义 有要求居住正义 也就是说 这个金色文公约这个意见书 要求缔约国应确保所有人 不论他的收入或经济来源为何 都享有住房权利 所以这个金色文公约这意见书 也要保障我们这个 也要要求这个缔约国 要保障我们人民的这个 这个居住正义 然后再来是金色文公约的那个 第七号一般系意见书 讲到强制驱逐的部分 那总共有21点 其中第二点说 强制驱逐做法构成对人权 尤其是得到氏族住房的权利的严重情绊 那第七点 第七点说 争夺土地权的冲突 像建造水坝或其他大规模能源项目等发展 和基层结构工程 为重新新建城市而征用土地 重新修建房屋城市美化方案 农业方面的土地清理 不受控制的土地投机买卖 像奥林匹克的大规模运动会都会导致 居民被迫迁离 好 这个举办 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会导致居民被迫全离呢 也会导致被迫 也会导致民众被迫迁离 下哪个案子呢 就韩国的奥运 韩国奥运 在1981年在第844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上 汉城 那时候叫汉城 不是首尔 那时候叫汉城 这时候汉城获选为1988年的奥运主办都市 然后这时候的南韩正逢全斗换 军政独裁统治时期 为因将至的奥运 将汉城市 汉城市内就启动 连串的都更开发 都更开发 然后这时候的居民们就面临到强制迫迁 1986年为改善四融迎接奥运 韩国就把这个发展较落后的 这个一些地区纳维的都市更新范围 那这里呢 也同时也成为这个建商不斗产业者 与爆发户物色炒作与赚起暴利的这个目标 能标的物 那遭到拆迁户 遭到拆迁户所收到的补偿金 根本难以让他们能够在汉城市 能够寻找这个 能够寻得这个安居的地方 那这时候 90多个破迁户 90多个破迁户就展开抗争守护家园了 那在整个对峙过程中 那你也知道韩国人他个性比较刚烈 所以在整个破迁与对峙过程中 有七个人死亡 包括这个四名小孩 所以后有些学者就称这1987年这种都市更新 叫做暴力型都市更新 也就是这种依附于权力与政商勾结的这种暴力型都更 那稍后这李明博总统执政的时候 那这些部分区 因为被这化为都更范围 那常年居住地区 居住在此的居民们 同样的也是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赔偿 然后就群起抗争了 然后最后在2009年 这个反裁迁户的抗疫家具 然后占领那个四层楼的这个商家建筑物 并且与这个前来阻挡的警方发生冲突 那示威者为了抵抗那个特勤部队 向大楼布下这个镇压网络 然后用这个制造火焰弹来反击 所以你就知道韩国人个性多刚烈 用这个火焰弹来反击这攻权力 然后这个火焰弹反击就引发大火 然后最后同样的也是造成前面的造成的七人死亡的惨剧 也就是这个龙山惨案 所以你看在韩流这个在韩流席卷全球 南韩积极对外扩张影响力的当今 那个韩国在这个官商勾结与打折经济成长的名号下 就放在这个这样的悲剧重演 那南韩国家这个华丽外表背后隐藏着这市井小民 面对权力的鲁莽 与这个云与这个金吞蚕食的新自由主义 不惜透过冲撞来追求基本却又遥远的公平正义所留下这些残酷邪类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你看图上面这个叫做新竹金山阶 新竹金山阶维建城 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 有没有那个小朋友在 那个竹科上班的 讲说在竹科上班的 应该对这个 不陌生啊 这个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这个新竹科学园区 工程师居然住在这样的这个金山阶维建城 那锦林竹科的新竹市金山阶 竟然有250栋4000多户的维建套房 占全市的一半 最框就是你最框胀的是你看这个 简报图 那图上面 原本是三层楼的透天处 竟然一口气增建到九楼 那这些套房大多数没有消防安全设备 一旦发生火警 那锅居在此的工程师恐怕会陷入这个险境 其中这个图上面 你看到图上面 这是金山七阶 这是在金山七阶 这新建中的这两栋维建 让这个夹在中间的合法建筑被干压迫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历史背景 1980年完工的新竹科学园区 有台湾矽谷支撑 那据这个竹科管理局统计 目前园区内共有500家厂商 工作人数约13.2万人 那投资客及金山街当地住户 看上这个增值前列 大师在原本的四五楼公寓加盖 有些是五楼变九楼 那分隔成七至九平的小套房租给竹科工程师 那金山街旁的新科国中附近 甚至有这个超级大围建 将原本的三层楼建筑增建到九楼 那房仲表示 因为出租的投资报酬率高达7% 那业者花700多万元 购下三楼投天处 再花600万元增建为九楼 可将原本12间套房增格为36间 每间以8000元出租 每年进收350万元 等于是说不到四年就回本 暴力可图 所以就不顾这个房客安全来大概为界了 那为你或许会问说为什么没有没有公家机关出来管 这是因为金山街先前是归这个足科管理局管理 你知道这科学园区有 有个绰号叫做国中之国 也就是说科学园区的建筑物要遵守的建筑法规 有可能跟地方中央的法规不一样 也可能选择不遵守 所以大家有可能 大家就戏称说这科学园区是国中之国 那这些金山街原本是给这个足科管理局管理 所以就所以那些建筑法规就管不到这些 就管不到这些 园区内的那些建筑物 那从金山一街到金山二十八街 都是业者大肆改建的违建 一直到2008年足科将管理权移交给市府 那这时候新竹市政府才发现到说金山街违建伶俐 那现在你看这个图 图上面这个是金山二十三街 这是在金山二十三街的这个大楼 原本只有五楼 但业者正建成九楼的套房出租牟利 从金山街进入金山七街 那不到几公尺就有两栋正在赶工的违建 其中五十三五十九号 其中五十三五十九号 两栋违建包住五十五五十七号 远看就像个凹字凹凸的凹 远看就像凹字 那被夹在中间的住户就无奈苦笑说 那新来的邻居一来就改为鉴 工人天天敲打 充满噪音灰尘 有时工具还会掉到我们的遮光罩 有邻居忍不住向市府检举 市府有派人处理 但根本无效 工人召盖很无奈 那有记者有记者就进入五十三五九号工地大楼 那发现到说 现地一片漆黑 电梯停摆 警人步行上六楼 又发现楼梯狭窄 那也没有这个紧急逃生灯 也没有消防逃生设施 那待看的仲介还大言不成 拍胸脯保证说这个这个消防局有来检查过 但是记者记者却没有看到这消防检查记录 你连灭火器都没有看到 然后再来是这个 滑光社区 滑光社区案 这个滑光社区 它是由两个礼组成的 分别是金华礼跟光明礼 金华礼跟光明礼应该要检测 叫金光社区对不对 但是金光挡着金光太难听了 所以就取名为滑光社区 那它位在这个中正祭奠堂 在中正庙旁边 那滑光社区过去是由法务部使用 因为地处台北市金华地段 中正庙中正祭奠堂旁边 因此多年前中央政府便打算收回后进行 活化再利用 那为了腾工土地缴回国有财产署 那法务部针对地上占用户提起告诉 要求财产还地追讨不当得利 也就是租金了 那法院判决在去 在法院判决就陆续出炉 的结果就是这些占用户全数败数 全数败数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华光社区 这个拆迁案呢 这是因为这个华光社区的这块土地啊 原来是那个日治时期的台北监狱 那后来二次大战结束后 日本人就离开了嘛 那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的那个 的那个司法行政部 的司法行政部就把这块监狱 继续做监狱使用 然后并且在中国呢 在中国也带 也带 也带上了很多这个 司法行政部的员工啊 来到这个台北的监狱来办公 然后甚至在台北监狱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 也就是这个华光社区来居住 然后盖维建居住 那当时的政府 知道这些都是维建啊 但是也是默认 默认他们的那个司法行政部员工 就居住下来 那这个司法行政部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务部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务部 那这些司法行政部员工 就住在监狱旁边 那上班时候就就进 上班时候就就进到监狱工作 然后下班了以后就就进回家 回到旁边 那那这些维建的 虽然是维建 但是当时政府还是有跟他们 有还是有跟他们征收水费电费 甚至还可以做买卖转移 那随着时间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啊 那当地的租户 原本是这司法行政部员工 那变成农合成说 有各个地方族群都住在那边的 有的可能是从南部来台北发展的 也有可能是从基隆来台北发展的 都有变成一个 具有多元化的一个聚落 具有多元化聚落 那所以这时候这个政府啊 这个 就要求 因为他们是维建 所以那个建筑物啊 普遍都比较破败 那被当时的台北市长 陈水扁视为都市独流 但是陈水扁并没有去动手 那一直到稍后的法务部就 跟拆迁户说 你们要限期拆迁 如果假如没有限时拆迁的话 我就告你不当得利 所谓的不当得利 就是说要求 像这个这些住户 讨还 这些年来没有缴的租金 因为你们是 盖违建户在这个法务部的土地上头 那你应该给法务部的 给法务部支付土地的使用对价 也就是所谓的租金 那拆迁户 就不 就不从 而且这个法务部也没有提那个 拆迁方案 拆迁安置方案 就引起了这些冲突 所以你看图上 你看到这学生都躺在地上 为什么学生躺在地上 我把这个问题问其他地方的学员 学院跟我说 这是因为空拍的时候会比较好看 可是那时候可没有空拍机 那时候空拍机并不是那么普遍 为什么示威者抗力者要躺在地上 这是因为 假如你是站着的话 你是站着的话 推击 在冲突中推击你会受伤 但如果你是躺着的 你在你比较不会受到推击受伤 然后警察还要动员 还要动员四个警察 分别抓手抓脚才能把你抬力 所以这为什么要躺在示威的原因 那华光社区案结束告一段落以后 那就 有学者 有学者就提出说 你应该公权力 你应该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要真诚公权力 你要真诚协商 你要告知当地民众处理时程 还有土地的未来用途 然后再来是采纳当地民众的意见 然后再来是你要确认 被拆监户有替代处所 你要确认拆监户有替代处所 然后这个强制驱逐是最后的手段 强制驱逐是最后手段 那 再来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这个救济管道提诉讼 提诉院的管道是有效存在的 然后再来这个是士林文宁院案 这个士林文宁院案是这个影响深远的 这个都市更新案 都市更新案 他的问题又出在说 第一个就是 都市更新的计划没有合法送达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都市更新的申请门槛太低了 他就引发这样的争议 那后来这个案子到最后 到最后就是这个造成的四个输家 四个输家 那四个输家呢 第一个输家是谁 第一个输家就是那个拒绝拆迁户王家 王家因为这个案子造成父子反目 然后第二个就是建商 建商 建商呢 在这个 这个 這個王家拒绝拆迁户户户户的事情 还没有完结钱 他就把这个 要盖的房子还没有盖好 就用 用预收屋的方式 把它去做市场销售 然后居然可以clean掉 虽然clean掉了 但是因为王家不愿意被划渡都市更新范围 导致说建商没办法动工 然后这时候建商就要拿出钱来 要拿出钱来 来补贴同一户在外面租房子的钱 然后第三个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在整个案子里面整个都不作为 然后也引发批评 然后第四个输家就是同一户 那同一户就是同一都市更新 因为房子没有盖好 所以他们就只好在外面租房子 然后就是因为抗争 房子迟迟没办法动工完工 导致说有七位老人家 同一户里面有七位老人家 有七位老人家因为赶不因为赶不上那个住进新房子而往生的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士林文宁院 这个重大世卫抗争 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那后来这个这个士林王家还是有打官司啊 那打官司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做大法官解释啊 那因为士林文宁院大法官做成四字七零九号解释 这是第一个引用两人权公约的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他说那个解释文说都市更新为都市计划的一环 乃用以促进都市土地有计划的再开发利用 复苏都市机能 改善居住环境 增进公共利益 都市更新条例即为此目的而制定 储具有使人民可以享有安全和平与尊严的士族 居住居住环境的意义外 并作为限制产权权与居住自由的法律依据 你看解释文有提到说 人民可以享有安全和平与尊严的士族居住环境的意义 这就是引用我们金色文公约 也就是 也是引用我们的金色文公约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709号就指责都是更新条例违线部分 第一个就是主管机关 你没有设置适当组织来审议都更案 并确保这个利害关系的人执行所有资讯 然后再指责申请都更的时候 那个都更条例规定说 只要这个相关权利的人及持有面积超过十分之一即可 这样的比例太低了 第三个就是没有要求主管机关确实把都更计划送达土地及建物所有权人 曾经有个老师分享一个案例 这位老师他就坐在当时的地方政府首长旁边 他问那个地方政府首长说 请问你们你们县市政府办土地征收的时候 这个征收计划或是都市更新的计划是如何做送达 然后那时候旁边的地方政府首长跟他讲说 有啊我有做送达 我有做送达我把这个讯息放在新闻跑马灯上面 请问在座各位你是学过行政程序法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有哪一条规定说可以用新闻跑马灯作为送达 这个新闻跑马灯来做送达依据 这在行政程序法里面是没有规定的 所以这个都市更新条例 因着这个大法官解释 所以在108年1月30日去做修正 修正内容是说 这个所有权人数及其面积的同一比例提高到1 2 并且应该要经过主管机关依合议制及公开方式的审议核准 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增以书面双挂号含或由专人送达通知所有权人 并需取得送达证明 也就是程序正义 你一定要合法送达才能算是合法 好我们看这个图案 土地正义四个字 用这个农田割出来土地正义四个字 请问在座各位 这个土地正义四个字哪个字比较难割 难用农田倒水来割啊 很难割的是哪个字 是正义的义字啊 是正义的义 那个字很难用农田倒水来割出的字啊 当时 有人就问当地农民说 你为什么不用简体字的义 用简体字的义比较好割啊 为什么你要写繁体字的义 那时候的农夫就回答说 这是为了要告诉大家 我们捍卫土地正义的决心 然后再是这个金色文公约啊 它也被列入 也被列入这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 那什么是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那就是这个依照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 如果开发行为今审查 认为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之余的 应该要继续进行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那从这个 从这个 环境影响评估法 这个规定来看 只要是所谓的国家重大建设 或行政院支持的重大经济投资计划 都是属于这个必须做环平的开发行为 几乎都会因为重大影响层面广 而必须进行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是引致美国 那所谓的第一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是一种书面的形式的审查 主要目的主要目就是过滤出 可能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之余的开发案 依照环平法第八条到第十二条 一旦决议进行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说明书应先公告30日 起满后应继续公开说明会 然后再来是这个界定评估范畴 已厘清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主要调查评估事项 然后召开公平会等等 所以从以上来看 从前面以上来看 一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相对上是比较快速 环境影响评估要考虑人选的首例 是淡海新市政二期计划 也就是夜市文 夜市里面的文职的夜市文 那个争议计划里面 淡海新市政有争议的二期计划 就被打入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来进行这个范畴界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首次将这两公约人权概念 的这个社会影响评估 那例如这个个人财产权 土地征收及程序正义等 就列入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 实施审议项目 这是国内环境影响评估的先例 那时候啊 那时候是2014年 那时候是2014年 那时候夜市文案 夜市文案B案还没有爆发 开巴单位营建署的与会代表 对于这个环评要考虑人权的 这样的举动表示不满 他质疑说国内有哪个环境影响评估案 曾经将人权纳入讨论 那在会议期间 会议主席环评委员简连贵 认同两公约概念 希望这个营建署 在环境影响评估过程 要提出明确内容 以怎么样呢 这个涉及这个环评部分 应该尽量纳入这两人权 两公约人权去考量 来降低日后的抗议议题抗争 那当然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随着夜市文被抓去关 那这个二旗 淡海二旗就 就停摆了 就等于是停摆了 好再来是介绍 这台湾农地使用现况 第一个就是绿人政策被玩偏了 云林被记者揭开内幕说 云林有些土地是甲耕座真重电 一块地出租的价值只有50万元 那这时候台阳能电商就会说 我用80万元跟你乘租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是因为这个太阳能板 把大部分阳光都遮住了 那再无法进行这个光合作用状况下 如何让植物生长 所以这太阳灯板 太阳光灯 太阳 太阳能板的确是会 可以妨碍这个植物的生长 因为植物就因此照不到阳光 那那为什么一块地 价值出租价值50元 为什么太阳能厂商 可以用80万元来乘租 这是因为这个 看准的这个当地老农 因为老农 就因为这样子就赚饱了荷包 然后开始这个 贾贺导生薄 那这时候被新生的就是这个七年农民 当太阳能者 当太阳能业者 以高于出租价的报酬 来租地种店的时候 那这时候 这脑农夫 脑农就会 就会 就不会 就怎么样 就不会乘租给要种田的人 反正就乘租 反正就出租给这些太阳能厂商 来盖太阳能店 这都是看在钱的份上 但是也是 反而伤害自己的土地 那当地的农夫 对太阳能业者的喝压 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当地人就观察说 如果海水倒灌 研化地 种田真的是OK 但实际的状况 却是有许多农地 明明就可以跟踪 却硬是申请种田 那政府原本利益良善的绿电政策 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然后最后就被人玩偏了 然后第二个 台湾农地使用的情况就是 这个三峡农地涨无罪惊人 那名义代表 就跟着政府的造政计划 超前部署 卡位农地 然后拉升这农地价格 导致这个青年农夫 买不起地 那社区造政的建案 会拉升这个农地价格 跟着政府的开发计划走 农地变化跟市场变化就差不多 就吸引买方有追加意愿 那会买农地自产投资的 通常都不是市井小民 那许多这个秘义代表早就卡位 然后再比如苗栗 在苗栗 当地农田本来就不贵 但后来当时的县长刘正宏 大规模圈地炒作价格 让一切的当地状况就 一切都变了样 就是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大规模圈地炒作 使这个苗栗 根本就不缺工业用地 然后加上这大普章药房 这个老板的那个自我伤害事件 导致人们对于这个苗栗 是否还要再开发 就打来问号 那导致迫使这政府在2010年浪布 让这个苗栗县一些土地开发案 就撤回 那有人会 那时候苗栗在做圈地开发的时候 苗栗县政府跟当地人姓氏淡然说 开发了以后就有很多有名的大厂 会来苗栗设厂 比如说群创光电等等 可是群创光电有来吗 没有来 来的人是谁 是帅过头 帅过头来了 就是那个草房 那个草房那个名人帅过头 就包了一些游览 包了一两辆游览车 就带着他的徒子徒孙 到苗栗大谱 要去做开 要做投资行为 结果最后结局是赔钱 最后结局是赔钱的 你想想看 在这块充满血泪的土地上去做投资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道德行为 怎么能够寄望说可以投资获利 然后第三个农地使用现况是彰化农地的价格飙涨 农业发展条例开放自然能可以买农地 产生农地工厂 拉升农地价格 2000年的农业发展条例修法开放自然能买卖农地 中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在农地新建工厂 农地价格因而水涨船高 2017年彰化县副县长魏明谷就抛出五步一绝对 就是工厂不污染农地核窗空气不影响公安不逃漏税 政府会就地辅导 但也绝对不能再盖新工厂 遭解读就是对这个农地工厂开这个就地合法的小门 2018年行政院长苏贞昌宣示 对于没有污染及公安疑虑的工厂将就地辅导合法 就引发这个轩染大波 然后第四个台湾农地使用现况 宜兰豪华农社欧式别墅占田中央 修改农发条例的时任农委会主委彭作奎 他回忆新构农地不得见新农社 新构农地不得见新农社 这十个字如果没有化掉 绝对就能维持住农地跟农地价格 青年租地就沦为这新电农 投资客买光温泉区的农地就推测农地价格 2000年的农发条例修法后 开放自然的交易买卖农地 那许多投资客在农地上新建农社 有些就转为民宿 2000年之后有相对有相当高比率的农地持有者 他买农地本来就不是为了生产耕种 好这个因为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那关于这个台湾土地政策 与两人权公约的这样个内容 这个视讯分享线上影响 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